各位同学,我们上次讲的是快速的方法 这一次呢,我们想办法呢,叫一个慢慢调教 DRV之内呢,我们慢慢来调教 这样一个好处,当然可以透过慢慢调教的过程去把语法练得更熟 那当然你不喜欢用我给你的这种快速的规格 你想要做出自己的规格,就可以自己慢慢调教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没关系,我们把Compoder叫出来 老样子,该做的就得做,这边先拉一下 拉一下,按原始码,改成到640pso 然后呢,MarginAuto 这个我都有教了,到处那个Compoder教学那边一定都会看到的 那个MarginAuto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按一下设计你看,居中640pso 然后再过来这个动作一定很重要 640pso是我,在世新,新闻系教学用的啦 那你当然不一定要用到640pso 如果你不是我的,那个,新闻系的,更客的学生的话 用那叫做黑啊,对 好啦,来看,格式,这个页面标题与属性 这个就一定要做,这个你不弄呢,常常会出状况 这个千锤百链,链出来的经验 Unicode,UTF8,就会这样子,确定确定都OK了 Enter都按几下,要开始了 我们讲过了,要慢慢调教字嘛 我们先找一堆,这个字好,联合报的好吗 复制,复制我们拿来练习用啦 拿来练习用这个地方 贴上有两个方式,按右键 不含格式贴上 第二个方法是按插入 HTML贴上 你看这边本来还有分段对不对 插上去都没有了,这个最厉害 这个会把所有的格式全部拿掉 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慢慢看你想要怎么的 你要怎么的分,随便你分,你分高兴就好 就会是这样子 好,我们假设有三段了,可不可以 我们假设有三段了 怎么样来对每一个段落呢 基本上我们教的是DIV之内啦 我们已经讲过区块写作 所以你要调整的东西 想办法把它挤在一个区块 就会是这样子,一个区块嘛 DIV 区块怎么处理,把它反白起来 这个地方有没有 内文DIV 有没有看到 红色的这个地方就是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DIV 你在里面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 灰色就跑到这个地方呢 灰色就跑到这个地方 表示我们是要控制这里 点一下 哎哟嘿嘿 你看整个黑的都把它控起来了 好,这时候呢 我们之前快速的话 是不是叫你按这边 我们之前快速的话 叫你按HTML属性 然后把什么 把class找出来 对不对 那叫快速嘛 什么叫慢工粗细活 这边CSS慢慢调 调到你爽 按CSS 点两下 跑出来了 这么多要死人了 对 等一下你就知道 一般就是 你当然也可以自己在这边写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们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来 文字 开始调文字了 你看 一般的我们会先处理这个 对不对 来给它一个什么 噔噔噔噔噔 一个微软正黑体 有了 变了 变微软正黑体的 可不可以 好,再粗一点 可不可以粗 都变了 仔细看这个地方 就会这样子 字形的大小 通常我们会按这个 按这个 你看 怎么大大小小随便你 这里有个EM EM是我最喜欢用的 EM就是等比例 你现在是0 对不对 你用1 1.1 就是1.1倍 1.2就1.2倍 0.8就0.8倍 可以写到小数两位 比方说1.12 是不是这样子 就会是这样子 你不信 你看 0.98 是不是小了一点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字的大小 行高也一样 按了什么 EM 通常我喜欢1.6到1.8 好看嘛 噢噢噢那么粗 对不对那么大 比较好看 网路很难阅读 矿一点 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颜色药就自己弄我不想管了 就会是这样子 这边都可以弄什么 加顶线 加什么东西闪瘦给你看 哎呦 闪了闪去对不对 吃饱没事干 不要用这个 好了 大概就会是这样子 就是出体啊 什么其他人自己去弄好不好 我想教你的是另外一个是这个 你也可以这边啊 你按确定 可不可以 可以按确定就ban了 你再按一下 你再按一下啊 DIV CSS 你看 这边都写进去的对不对 这就是刚才弄的 你就看到 你也可以点两下 一般有没有 这是刚才我们写进去的 你也透过这个过程去练语法 知不知道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去练语法 好了 文字处理完了 我们要弄的是框线 那个排版定位啦 这本来是我要教的排版定位 我有看很多同学在做表格 等一下我会给你看 照片有没有 照片跟字的之间 卡得太紧了 照片跟字之间呢 不要太紧 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一个那个 要有一个空白出来 要有一个空间出来 那比方说我们这边要的空间怎么办 这边要的空间怎么样 这个地方看到 补白补白 补白就是字 跟边之间的东西 补白有没有 这边都有写 上中左下 这一次要补什么 补左边啊 左边 补什么 补披手 披手嘛 看一披手 两披手看哦 仔细看这个地方哦 我要开始按了哦 有没有 哎呦在变了有没有 三四五 五披手有没有看到 这里稍微宽宽的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上下左右 你都可以自己处理啊 你都可以自己处理 我没有意见 那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的东西 叫排版定位 排版嘛 这个其实 好了 我们在弄框线 这个我们也常用的 对不对 一样啊 上下左右都有了 比方说我们下面 我喜欢玩下面 样式 就是 顶端 对不对 你看你可以那么多 有没有看到 排版 对不对 那个 好 顶端 试看看啊 好不好 十星我最喜欢用的 哎呦 有没有 全部的啊 这个全部都有的 顶端 这边什么 四边框都使用相同的相式 有没有 四边框 对不对 那我如果拿掉呢 就没有了 看你要哪一个 好啦先把它改掉啦 位置定 又回零了 对不对 拿掉不要了 我通常喜欢底端啊 各位同学也喜欢底端啊 十星 哎呦 没有 底辨就有了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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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度就好了 我通常小小的pxpixel 给它 2 就不会那么粗了嘛 颜色呢 颜色给它一个红色 OK 确定 这样子就OK了 确定 好啦 这个地方就有了 等一下它就会出来 基本上 你就可以看到 就会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点一下 点一下 按CSS 然后再按属性 有没有 刚才我们写的东西 是不是通通都写进去了 就是这样 不断练习你就会了 所以 基本上文字有了 排版地位有了 背景 有些同学也喜欢那种颜色啊 喜欢那种颜色 按这个地方就有了 有没有 颜色 这个很好玩 这个是不透明度 如果你喜欢玩的话 没看到 哎呦不透明了 不透明了 如果照片就很好用 对不对 你也可以放照片 你也可以放照片 我们不是要你加 Background 不是要你加 Background 加个半死吗 你也可以用这一招啦 这一招其实还蛮快的 看你要不要用 比方说这一张我要图 但图你要先算好 因为这个是旧版的 没有办法直接用语法 控制图的大小 所以你要用 composer里面的这一招 图要先设好 按右键 复制影像 王子 好了 比方说这一个 把图片放上去 贴上 跑出来了 对不对 跑出来了 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不要并排 这个叫no repeat no repeat 你也可以自走自中 比方说自中 有没有看到 自中了 自右 有没有看到自右了 中间 中间 有没有 那就是这样子 确定 就出来了 比方说同学 你看 这里有字 这里有 我想要把这个地方 拉到这里 对不对 字不要压在图上 比较好看 可不可以再点一下 CSS属性 再点两下 可不可以 一样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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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地方 补白 这次是什么 右边的补白 对不对 右边 一样 看看30 行不行 30 哎呦 30不够 不够 不够 给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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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0也不够 好啦 190 哎呦 190也不够 气到了 290 290太大了 270 好 OK 确定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以前常用的 这边有图 这不是就很漂亮出来了吗 基本上 透过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快速的调教 这时候你又觉得说 哎呦这里好窄哦 想要再大一点可不可以 再点一下 CSS 这边点一下 你也可以点这边 全部出来 点两下 没有 CSS 这一次呢 左边 有没有 左边这个地方再跟他宽一点 左边这个地方再跟他宽一点 6 7 8 9 10 12 好了 确定 有没有 比较好看了 你看很简单的 一个图文之间 整合的 调教就出来了 你可以自己练习的 练习久了之后 其实也蛮好看的 你要插入背景读 就这个图 你大小要先射好 我们那个快速的方法 我们之前教你快速的方法 你快速的方法 还可以射更多 之前快速的方法 可以射更多 好了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种 我们现在教的是所谓的 细部着磨 慢慢磨的方法 它能够用的方 就是有一些东西被射限 我之前教你快速的方法 如果你有学 你还可以用更多的功能 不过这个就很强了 基本上 就是让你理解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样子一个很简单 调教的 精雕细琢的 或者慢慢调教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来了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